反手往前搓球勾球推球技术是绕动对方寻找战机的重要手段 注重动作细腻力量控制精确要结合假动作来运用威胁更大 无论是反手往前搓球勾球挑球还是推球都要注意动作架构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精确控制落点和弧线你需要注意这些要点 第一初拍时拍面水平这是机球的第一反射平台可以变化出任何方向的机球 第二上网时大臂小臂要完全伸直最短时间最远距离来机球 第三握拍时扶口要空掌心要空 第四机球时要保持大臂小臂的稳定形成圆规化缘的稳定点 第五后两指要紧扣握拍末端形成弹弓底座 第六拇指食指寄到控制机球角度和方向的作用 第七机球时以手腕为支点要利用后三指的曲直发力 拇指食指的缅动发力来控制搓球勾对角挑球和推球 第八反手挑球推球的瞬间握紧球拍紧急制动产生制动力 第七机球时以手腕为支握拍摄 在时间最远距离距离去远距离来扬距离去 第七机球时以手腕为支握紧球 第二拍扬水平 拍扬水平 扶口空掌心空保持手指握拍拍 拍扬水平可以保证你在第一时间击出任何方向的球路 另外,可以隐藏你的枪口指向 让对方在你击球前 无法判断你的击球意图 扶口空,掌心空 千万要避免握死球拍 像砍柴刀一样的方式去戳球 动作弧度大,似乎力高 球肺过高 第三,大拇指在小斜人上 拍面水平,两臂伸直 不管你是戳球,推球,还是勾球,挑球 你这个共性的动作架口不变 没有迹象给对方知道 现在同学们要避免的是 第一,你不可以把拍面形成这种状态 第二,你的手不能弯曲 第三,你不可以不用手指控拍 避免一把抓的握拍方式 所以,我们往前球 就像手指控制手术刀一样 利用手指控制来完成很细腻的活 第四,大臂小臂伸直 产生一个圆规画圆的稳定点 手指手腕和拍 就像我们圆规的另一只脚画圆点 有了稳定的点和画圆点 用手指控拍在小动作范围内 完成戳球,勾球,推球 假动作,挑球 这样你每一次挥拍的轨迹 都是稳定的 你的击球点也就会稳定 你的出球线路和方向同样会稳定 这样你的整个往前技术的精确性和稳定性 就会得到大大的提升 很多球迷挑球用大动作 挥拍幅度大 动作越大,误差越大 击球,界外击力就越大 所以挑球时 一要用手臂旋转力 二要加上手指掌心的旋转力和握力 做到小动作打出大力量来 搓球时 更多应用拥指 拥指 拥肢的拥肢 拥肢 控拍 大臂小臂要稳定 积完球后 握拍部位 肌肉归零 让肌肉得到放松 手指归零 回到你握拍的起始位置 一 反手往前动作的搓推勾条的技术特点 同正手往前搓推勾条的特点是一样的 技术细腻 手法灵活 动作稳定舒展 一致性强 要求平拍面 二 用手指尖来控制球拍 是我们肌球握拍的一种境界 我们之所以强调用手指尖来控制球拍 是因为手和手指在大脑皮层的投射面积最大 投射面积越大 感觉分辨精细程度越高 反之则越小 而羽毛球运动 恰恰是要求在规定的场地上完成的既追求速度 又要求精度的一项运动 只有学会了敏锐的接收来自握拍手指的感觉和反馈信息 才能够快速提高球路的稳定性和精确性